在家門口小貨車的車門大開 一名身穿粉紅色條紋的男子 左看看右看看 似乎是在注意附近 有沒有人再看他 一路從門口緩緩走進小貨車 繼續環顧四周 下一秒男子拉開貨車的車門 手伸進副駕駛座 拿了包包後直接落跑 男子雙手上銬被兩名員警 壓制在地 一旁還有5到6位的民眾聚集在男子 身旁就是擔心男子又再度跑走 就我在卸貨把貨搬進去的過程中 就包包就被偷了 滿扯的 因為我之後進去一下 我就出來 我就要走 事件發生下午1點25分 32歲的料姓菜飯 到台中市豐原市場下貨整理攤位 當時為了方便將車門打開 卻沒想到被一旁52歲的 零姓男子盯上 趁料姓菜飯不注意徒手 將放在車上的包包直接拿走 裡面有11萬的現金 當場不翼而飛 對 我剛好要走出來了 然後就剛好聽到就跑出來 然後就看到是我的 然後就追上去 零姓男子光天花日之下 大膽心切這一幕 也被附近店家看見大喊抓人 五到六位的民眾聽到後 也一起追跑了大約200公尺後 成功逮人 我們這邊都很合情 對 我對大家一直喊一直追啊 每個人都去追啊 後五六個人去追 一直追 去青陽町也這樣撞過 叫他們也有載Pencil台 兩位跟他去 還有旁邊的有食材跟發料 全是叫他們去的 經在場其他民眾發現後大喊 並協助追氣將犯血壓制後 通報警方前往逮捕 據了解零姓男子不僅是 竊盜冠犯還是一名通氣犯 這一次刑竊被逮個正招 熱心的民眾成功幫料姓菜飯 放在包包內的11萬元 保了下來全安也將依竊盜罪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東森新聞張一元廖靈軒 台中報導